他只是介紹 我們可以去哪一家機構 哪一家建築施工會 哪一家技師工會去找他們 實際的幫助就是 陽台莫名其妙破了一個大洞 接到母親通知從桃園北上 看見眼前這一幕直接傻眼 尋求幫助還四處碰壁 那個洗衣機已經破個洞 已經雜破了 昨天它雜破 然後我們預測水流出來 還是那個土色 你用水都剩菜 連洗澡都沒辦法洗 除了陽台外 家中其實有多處滿是裂痕 屋主說其實早知道屋況不好 所以定期都有在進行補牆 沒想到還是發生意外 公務局會從結構技師勘查完成 只能協助屋主找來配合廠商 進行修繕 出庫維修費至少二十萬元 但政府對於海砂屋 只有拆除重建補助 每瓶兩千元上限二十萬元 補牆防止每瓶一千元 最高上限十萬元 但光是這條新北市三重永安 北路一段十一項 有一百五十戶早在一百一十一年 就被列為海砂屋 住戶組成都更委員會 但還是有商戶不同意都更 才會讓進度停滯 而另外政府各局處的動作 慢半拍也遭到質疑 新北市政府橫向的聯繫 有各局處橫向的聯繫 真的要加強 真的不及格 非得要讓民眾要上網去爆料 或是跟民意代表陳情 才能夠得到關注 在議員的介入下 市府終於出手 但後續的修繕和督根問題 短時間內應該還是無法找到解決方案 繼續回到李潤財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